在古代砍头时,为什么犯人乖乖地跪在那里不反抗呢? 其实三大原因不得不跪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砍头的场景 士兵们从牢房中将犯人押送至刑场 沿途经过时,百姓还会往犯人身上扔菜叶子 等到犯人被押送到刑场,柜子手也就位了 犯人通常都是上半身被绑着,背上插着一块板子 板子上面经常会用红色字迹写着斩 另外还有犯人的名字 时辰一道,尖长官扔下令牌 犯人静静地跪在刑场上,柜子手手起刀落 片刻间,犯人的头颅就这么落到了地上 那你知道,为什么行刑的时候犯人们都跪在地上吗?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为什么他们会乖乖地跪着不反抗呢? 相信看完之后你的心里就会有答案了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人类身体里的生理因素 通常人在即将死的时候会爆发出巨大的求生欲 按理说不应该就这么跪着疼死 但是,我国古代在对犯人执行死刑的时候不会立即执行 通常都是顺应天意,秋后问着 一般犯人在被判死刑之后都会被关进大牢里 在大牢的这段时间,他们通常吃不好也穿不好 有时候遇上了脾气不好的牢狱大哥,估计连饭都吃不上 长期的饮食无法得到保证,身体素质自然就下降了 吃不好,睡不好,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有时候还会生病 还没等到砍头,光是在牢狱中的遭遇,身体就已经被搞垮了 有的身强体壮没有生病,但是长期吃不好饭,身体也估计大不如前了 从心理学上讲,人面对死亡是充满恐惧的 所以有的人会身体不受控制,可能会双腿打站站不住 这个时候跪下就看不出来了 而且,警察在办案的时候通常会观察嫌疑人的肢体动作来判断是否撒谎 死刑犯也不例外,无论是心里多么强大的人 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下,也有乱阵脚的时候 手脚无力也是见怪不怪,所以在被砍头的时候就会自觉跪下 第二个原因就是政策影响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那个封建迷信的社会 最注重的就是礼仪 土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粮食,居住都依靠土地 在古代,土地就是神圣的代表 在纷繁复杂的礼仪体系里面 我国就有跪拜的礼仪教起手 体现着对上天和皇家的景仰 我国被称为是礼仪之邦 等级制度都十分森严 犯人在执行死刑之前跪着也是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也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而且那些犯人大都罪孽深重 所以,面朝大地跪下 也是虔诚地忏悔 希望能够得到皇天后土的原谅 忏悔自己的过错 而且,跪着能够让柜子手更好的发力 一刀之后人头落地 痛苦也只是一瞬间 如果站着的话 可能一刀砍不断 就要接着补刀 这对于犯人来说就十分痛苦了 而且,我国古代相信善恶轮回 因果循环 觉得处决犯人也应该顺应天使 加上他们也很相信气象和天道 所以大多数都会选择秋天进行处决 因为秋天是万物凋零的季节 气凉的天气更加符合天命 从西汉之后 秋天处决犯人也成为了一项制度流转了下来 总的来说 犯人在被砍头时自觉跪着有多方面原因 相比于现在 古代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 但是这种规定也能够时刻警醒世人 不要做一些断送自己性命的事情